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生 郑先生 谁啊 郑先生 谁啊 你谁啊 我是郑风豪儿子郑小华呀 你谁啊 郑先生的儿子 我怎么不知道郑先生还有个儿子呀 他奶奶的 输了命苦啊 我是他失生子 失生子 你怎么证明你是郑先生的私生子啊 你要干吗 看 刺青 瞅瞅 跟我爹是一样的 书卷多情似故人 凶刺全无一点辰 你爹去哪儿了 老东西去金门了 说是有要紧事要办 让我先跟你接头 什么要紧的事啊 那我不知道 他奶奶呢 估计什么重要的事情吧 不然怎么连我也不告诉 好奇怪呀 什么奇怪 你说郑先生问问而哑的 怎么生生儿子 这么连偏的 他奶奶的 你以为我想 都是那个老东西 跟我娘胡搞生出了我 我娘是个村妇 她嫌弃我们俗俗 就不认我 我小时候就跟那些人 借了我小婚婚一起长大 你说说话能好听吗 对吧 现在有事找我了吧 平时没事肯定不会找我的 我理解你 我爹也一样 我生下来的时候 嫌我不是个男孩 我的天哪 你知不知道 我从三岁就开始干家务 烧水 砍柴 做饭 喂猪 我最后猪妹妹咋样 我倒胃挺胖 我们都是同病之人了 来 吃瓜子 我我跟你说 这个有爹 他没爹还是不一样 有爹有安全感 这可惜我爹死得太早了 可我不这么觉得 我爹也没死 可是我一点都感受不到他的温暖 小时候别人都冒失野种 说我有娘生没爹养的 你知道我多苦吗 天晚上你还有娘啊 我娘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被清兵杀死了 想起这个事我就想生气 我要把这些青狗们 全部都杀干净 我们都是命苦之人哪 幸福的人各有各的样 不幸的人都一样 不过还好 幸好我今天认识了你 是红帮帮我们联系在一起 是啊 对了 你是什么时候加入红帮的 我应该 还不算正式加入红帮嘛 但是我帮咱们干了很多事 算起来应该加入有一段时间了 对了 我得赶紧走了 你爹回来了跟他说一声 一哄鸟最近盯上他了 让他小心点 走了 你好大人 事情有什么进展 大人 你果然是料事如神啊 他们果然跟我对暗号了 对上暗号之后 他相信我是正如画的儿子了 我已经套出来了 那个春花承认他是红帮的了 那留下什么证据没有 那倒没有 你是没长脑子吗 你光逃出话来不留证据有什么用 我们把春花抓过来省一省不就行了吗 春花是牛大宝的忽人 我是说抓就抓的 要不 我明天再约春花一次 鸟大人 您事先带龙大人埋伏在驿馆 咱抓他个现行 你所言属实 龙大人 绝无半句虚假 小人愿意人头担保 我想 这不会是真的 大宝那么聪明机灵 他不会 与红帮为伍 沦为反贼 至于他妇人春花 是个没脑子的妇人 我想 他也不会与大清为敌吧 属下记得大人说过 看事情不能只看表面 因为往往事情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属下一直觉得他们有问题 只是苦于没有线索 这价值终于让我抓住了 没那么简单 有问题 那证据呢 证据就在今晚 春花会去驿馆 大人一去便知 你 一靠鸟啊 你知道吗 你这样 我很难做的 居然就劳安大人跑一趟喽 好好好 最后一次 属下参见龙大人 鸟大人有礼吧 不必多礼 坐坐坐 龙大人亲自前来 何不着属下通报一声呢 让属下亲自去见你 你还以为我老子走不动步了是吧 不是 龙大人公务繁忙 能亲自来这里 真的是让我这儿澎湃生辉 让我受宠落惊了 别逗我开心了 坐吧 不知龙大人找在下有何要紧的事 最近公务繁忙 我邀请龙大人和各位同僚一起去看戏 晃松晃松啊 看戏好啊 看戏我从小就最喜欢看戏了 鸟大人您真的是够贴心的 大家都是同僚 一起晃松晃松是应该的了 那我们去哪儿看的 是个好地方啊 到了你就知道了 方老哥 这天四也不早了 夜间赶落 容易引起怀疑 咱们要不要找个客栈休息一下 明天再走 对 我这不是在找着吗 就是贵客栈 就是住站 这 这身贵太贵了 换牌匾好像真的不便宜 兄弟们多心了 他名字叫就是贵客栈 住进去以后也许呢 未必贵 对吧 咱们盘站够吗 哎 放心 嗯 球兄啊 捐了一些银两给我们红帮 嗯 我那是一些银两吗 为了表示我反听的决心 我已经把我毕生的积蓄 全部都交给了范大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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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范大哥的 我们今天就住站 对对对 住站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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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站柜 几位 打家还是住店呢 你这儿 有没有上房啊 上房 五十两一间 五十两 小妹妹 看着我 你觉得你家很贵吗 那不写着呢吗 就是贵 范大哥 我们走 到哪儿去附近 没有别的客栈了 两间上房 两间 押金一百两 房费一百两 吃饭吗 吃 吃饭十两 赏银四十两 一共二百五十两 二百五十两 自己刷呢 就这么定 两间上房 那也挺客气啊 行走江湖 气势不能丢 两间 范大哥 两间房的话 你们二人住 是不是会很挤呀 我想的是 你们二人住 封华议馆 封华议馆 牛大人知道这儿 部门二位大人 我夫人在这儿学艺 不过这儿 没听说过这儿唱戏啊 京城的戏园是太闹了 我看这儿安静 就把戏安排在这儿 牛大人请 牛大人 你说到这儿来看戏 却连个戏台都没有 牛大人你伤恩物赏 心采的戏 都是没有戏台的了 龙大人这边请 来 牛大人 牛大人 不是说看戏吗 这又是何意啊 这个戏呢 是从东阳传过来的 叫做龟戏 讲的就是一个偷看呢 而且牛大人 看戏的时候 千万不要发出声音 听起来还是挺新鲜的 不知这出戏何时开始呢 你今天好着急 马上就开始了 老大人 老大人 就让我们看这一个男子弹琴 是不是也有点太无聊了 先让他热个场 精彩地就在后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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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下参见郑王爷 免礼平身 多谢王爷 西风啊 属下在 定制日 我决于清兵交战 现在是人困麻烦 战局 为我十分不利啊 属下愿为王爷奔忧 赴汤蹈火 再说不辞 好 很好 西风 属下在 您说过一句话吗 叫擒贼先擒王 王爷奔的意思是 望你的人 想办法 把这狗皇帝给我杀了 属下明白 属下这儿就去办 去吧 来 王爷 此去京城路途遥远 您能不能多给属下 再批他盘缠 放心 我忙一定满足你 不过 你务必 要一击击重 属下明白 来 不杀顺志 不回金门 很好 我知道你这一去 是危险重重九死一生 但只要你成功了 大王登基之一平要之 随你挑选 属下多谢王爷 你来吧 快去 属下告退 此去京城凶多吉少 能不能安然返回也不知道 好 不能太苦了自己啊 对对对 属下 patents 都很同 好 公司 装下 超厉害他 早晓得 你得睡上阁的 他可看他这不人 有小的 我挂到这只赌博 你有钱 有钱 今天没收你了 今天要下去跟着你了 走 走 走 都是你太太熟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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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先生 郑先生 先生 你可终于来了 上都有密报 让我告诉你 什么密报 就那个密报啊 学艺还要密报啊 这不是艺馆吗 我来学艺来了 你是不是认识人了 书卷多情似故人哪 说什么哪 什么多情啊 什么故人啊 你调戏黄花大闺女 谁啊 这你没别人 你放心 上头让我告诉你啊 明天我 谁啊 上面有谁 红帮啊 我们昨天不是说好了吗 是红帮帮我们联系在一起的 什么红帮 黑帮白色猫的 我是来找郑风华学艺的 你谁啊 不是 我是郑风华儿子 郑 郑小华啊 你干吗呀 脱什么衣服呀 据我所知 郑先生没有儿子啊 你是春花吗 我不是春花 你是春花啊 你娘的脑子坏了吧 你骂我 骂你怎么了 我怎么了 姑娘们 进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我们这儿好啊 郑风华先生不在 咱们自己先练着啊 来 姚大人 姚大人 这就是你说的亏系啊 对啊 亏系 不错 有打有闹 有唱有跳 很欢乐嘛 董大人 你呢 春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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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在这个艺馆 学舞蹈 我这儿是好磕不老腿的 也想来跟你一起学一下 来 上上交 来 一起 来 上上交 来 上上交 来 我们一起过去 跟春花跳舞啊 来 跳舞啊 跳舞很好啊 来 大家都活动活动啊 来吧 好 终于 好 来来来来 来 我们一起跳 跟龙大人一跳 好 来 龙大人 怎么样了 哇 哇 哇哇 算账极数画幅我认数 上方下出比武水不服 左向右鼓出入陵石舞 山穷水浮前方总有路 可是 你要带我看的好戏是吧 这不是蛮好看的 护腔动包难免伤自己 好看 但是 不是你要给我看的 不是 你要给我看的 包你们一一一 合同时好去进门 张牙舞招塞门身 帅行还要看客人呢 大青马桥银财神 孟大人 这出戏看完了 我令你跟鸟大人去看 另外一出好看的戏吧 是吗 好看的戏 我这出戏比他那出好看 怎么了 陈旭 我做了一个噩梦 我孟杰范特克 帮我们班战都输了 不行 不行 我得去看看 那份能够温宜是糊涂 帮我们班战拿去堵了怎么办 我把你娶了还真有福分 像个女人 来 定名手 鸭大有大 鸭小有小 来 定名手 来 定名手 ink 有了 这人又来了 你成蜉样 你说了吧 他呀是 smo你就 来 来来 继续下注 继续下注 快 快 快 下注了啊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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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还有钱吗 没的 没钱没点就下来了 给我滚出去 你无情无义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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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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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你自己下注 来来来 给我起我 下注 下注 你上去 范大哥 这赌坊开得离客战这么近 我来看一看 有没有兄弟在里面赌博 你来干什么 找着你啊 你放屁 范大哥原来我误会你了 误会我什么 你居然敢来赌博 我 范 范大哥你误会了 其实是我刚才看到你 走进赌坊 我 我才想进来看看 你看什么 你以为我会在里面赌博吗 你 你让我痛心疾首明白吗 我现在痛心疾首 你 你这么 这么说我 范大哥我错了 没事 我大人有大量 不用难过 你不上来赌博了 我就很欣慰了 你到时候回去休息吧 好 好 你等等 你身上带钱没有 今天没有 你 你 很好 这是我第二次试探你 你没有带钱 就说明你肯定不是来度过的 非常好 你肯定 跟你回去睡 睡 睡 睡吧 好 好险 你是一鸣 差点毁于一旦 你刚才说的红帮是什么意思啊 左言春娃见到我 她相信我是郑凤凰的儿子 她 她还亲口成自己是红帮的人 胡扯 我 我看你才像鸿帮的人 就你 满醉飙脏话 身上闻个刺青还掉颜色 我能相信你是郑风华的儿子 龙大人 我经常到丰华医馆学习 郑先生 待我如生父 人从来不尽女色 还冒充人家儿子 我当场不戳穿你 那是因为我想顺水推舟 看你到底想耍什么样的把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 我 我 如果你指一口鸟 说他是红帮的人 我可以帮你想办法 让龙大人让你不死 龙大人 我举方一口鸟 一口鸟才是红帮的人 放啊 你才疯 龙大人 你知道 刚才我跟他说什么吗 我说只要你说出 一口鸟是红帮反贼 我就可以饶你不死 这种人为了利益 什么都做得出来 龙大人 又往我们春花身上活脏水 这地底死了 好了 一口鸟啊 你还不 跟牛大爱牛夫人道歉 快点 大人 不要再说了 这是最后一次 滚 滚 不要再让我看掉你 大宝还好你聪明 发现那个郑小华有问题 要不然咱又被那个义猴妞给算尽了 我今天去风华医馆了 郑风华没在 他儿子郑小华说他去金门了 有事 郑风华什么时候冒出给儿子了 不知道 都聊什么了 也没聊什么 郑风华不肯认他儿子 然后那个郑小华说 红帮的兄弟姐妹们都挺照顾他 他有没有问你什么时候加入红帮的 你怎么知道 糟了 冲气了 他一定不是这么滑的儿子 是吗 我说这么长不像呢 现在怎么办啊 现在你赶紧去信箱楼 花钱请一些姐妹过来 连夜过来 好 请回来干什么 快去吧 行 我的大宝哥太宝贝了 我去见你了 你干吗呀 干吗呀 好 这么晚了你不回家干吗去呀 不得把正问话寄出来啊 对 还有正问话啊 你一个人去我也不放心啊 好 好了 好了 那你在这儿等着吧 行 然后 那儿别乱跑 你知道了 嗯 知道了 好 牛大人 刚才的事情多有得罪 请你不要往心里去 陆大人 大宝 怎么还不回去休息啊 属下心里堵得慌 怎么 是因为一口鸟的事 属下不解 你说为什么他总跟我过不去呢 大宝啊 我刚才已经狠狠地骂了他 哎 他说 属下来黄花艺的时间也不多了 属下的为人您是清楚的 大宝 你我心里有数 要不然 我就不会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你办 回去休息吧 哎 陆大人 那个郑风华要是没什么事就把他放了吧 我听说他在京城还是很有威望的 咱们总观着人家是不是不太合适 大宝想了周到 放就放了 多一吃不少一吃 去吧 哎 总算救下来 郑兄 一口鸟 就凭你还想阴我 老子 老子早晚把玉威和灵人的仇给报了 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出来呀 不会有什么事吧 哎呀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大宝大宝 大宝 大甲 腰腰腰 腰腰腰 你急死我了 你急死我了 吉他人自有天下 牛兄貌死相救 征謀感激涕零 牛兄犹如再生父母 大恩大德 无以言表 手证无以败 不行不行不行 自己人不必客气 都是应该的 既是如此 风华先回医馆 郑秀 我还有句话要讲 牛兄何事 喜而恭听 可能你不能回风华医馆 为何 一口鸟已经识破了你 你再回去实在是太危险了 牛兄所言及时啊 郑秀 让你说委屈了 也罢 我可将医馆 位于京城他处 刚明便是 刚觉得你明白点 怎么又犯糊涂啊 你已经被一口鸟识破了 露馅了 你还在京城待着多危险啊 牛兄嫂夫人 如等不必担忧 风华可隐姓埋名 你隐姓埋名 还能埋上你那张脸啊 再说你说话那么有特点 身得刺青 华生辉也认得你啊 我夫人没什么学问 不会说话 但是我夫人这话操理不操 京城实在是太危险了 你还是离开这儿吧 既如此 风华另寻他处藏身 告辞 郑秀 你看你受了那么多皮肉之苦 不如多留一会儿 花儿 嗯 你去给郑兄做一些 能补补身子的东西来吃 哦 好 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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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喝点茶 快吃吧 我专门给你做的珍珠翡翠汤 哦 鲜底妹 好香 好香 你这药放得够多的呀 我都太装了 亮晓我怕毒不晕它 你放了多少 那些疙瘩都是 我等的时间也太长了啊 是辛苦你了车伯 我都太装了 你也不可能 你这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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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什么 你这剑 我这剑 你这剑 你这剑 Hafバイ 不 強了 車伏身手行了 這來往於京城與金門之間的 能是一般人嗎 你累了 不累 你能不能烦人呢你 参见皇上 秉申 谢谢皇上 启禀皇上 我大清聚队 在府州府一一大劫 南明财务已退到福建 好 重重有赏 谢谢皇上 府州府一一 我大清军队大胜 这是朕登基以来的 一件大好事 中秋佳节将至 朕想借这个机会 向文污百官正名 我大清没了他多儿管 一样能够繁荣昌盛 甚至更好 朕要让百姓明白 这大清 是顺致的大清 朕 不但能够让他们过得富足 还能让他们的日子 过得丰富多彩 朕要借这个机会 在宫里举办一场中秋庆典 把周围的小帮小国 全都请过来 以示我们大清 接纳异国的胸怀 你觉得如何 奴才以为再合适不过了 好 那这事 朕就交给你办了 谢皇上信任 奴才一定鞠躬尽瘁 劝力办好这场中秋圣殿 对了 上次黄花仪 用烟花震慑了反贼 朕在宫里看得真切 煞是绚丽 这次庆典 朕也想看哪 这 奴才这就去办 奴才告退 福州府一役 我大清大盛 将南明残余赶至福建 皇上甚为高兴 所以特地提议 中秋之夜 在宫中举办庆典 农大人 这庆典这事 一般不都是由礼部负责吗 他们找我们干什么 上次火炮大会 变成了烟花圣会 皇上在宫中看见 十分欢喜 所以 点名了让我们黄花一城办 这次中秋庆典 烟花圣会 是这次中秋庆典的 重中之重 大宝啊 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吧 谢龙大人 属下一定亲力亲为 接近全力 鸟啊 这次中秋庆典的保卫工作 就由你来负责 你一定要配合好御林军 保护好皇上 和文武百官 还有那些外国使节 不能有半点差错 请龙大人放心 安全保卫工作 是属下的强项 属下可以姓名担保 不会出半点差错 好 那你去办吧 老宝 这次中秋庆典之后 我就要搞老还乡了 毕竟 难民打败 黄花一 以后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所以 你一定要把这次厌汇搞好 等我在搞老还乡之前 给皇上 别留个好孽下 龙大人 你放心吧 好好好 来 你们所有站着的 都下去歇息吧 歇息 那你干啥呀 这是啊 双双 我这回给你找过来 其实有一事相求 但说无妨 我跟我相公成亲以来 我们俩还没有 还没有远方 什么 什么 春花姐 你可别说你是青楼出来的 不是 这 这事 难道 还要我帮你圆不撑 你起开 我就是说想让你给我 想两招 但你算是找对人了 你可说 可说 第一招 措手 你急 你在你相公的被窝里 放一只老鼠 然后 发现之后 假装很害怕的样子 然后 自然而然 就躲到你献风的怀里 吹灯 拔辣 听清楚没 不是很明白 我来给你做个示范 进 这是老鼠 老鼠啊 看来这招不行 还有没有啊 第二招 酒壮怂人胆 还有第二招 你准备一桌好菜 然后 再吃几壶好酒 等到他喝到七分醉的时候 你就可以 把他扔到床上 吹灯 拔辣 不过 你可别自己喝醉了 来 我陪你练练 来 吃几壶 来 再来一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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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女 再来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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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轩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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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 作曲 李宗盛 不得一生不由己 黃昏與寬心皆語 虽怨散 怨悠惧 如云若即若离 屏窗外 朝思目的 思念几千丝万缕 恩义去 与君长相依 等一生 我愿意 笑看清晨 尘埃落地 孤言非离 愿此生 愿未情 再相聚 难遇 这孤子别离 不觉起长夜梦里 清愁虚弄我扑页 聚悲暖 没有痕 思念有我有你 再问起 虔诚旧事 吹周期 心痴漣漪 泪一滴 天生来痴迪 等一生 我愿意 小看清 尘埃落地 孤言非离 愿此生 愿未情 再相聚 难遇 这孤子别离 等一生 我愿意 等一生 我愿意 小看清 尘埃落地 孤言非离 愿此生 愿未情 再相聚 难遇 这孤子别离 等一生 我愿意 等一生 我愿意 小看清 尘埃落地 孤言非离 愿此生 愿未情 再相聚 难遇 这孤子别离 等一生 我愿意 等一生 我愿意 小看清 尘埃落地 孤言非离 愿此生 愿未情 再相聚 难遇 这孤子别离 去世,老微农 多余满 crush 去世 真奈